只见妈祖娘娘放下自己的肉身 灵魂出窍飞向魔岛 要去举圣水救治瘟疫 这一幕把在场的乡亲们都看待了 原来就在刚刚梅州岛海边飘来了一艘小船 船上边装的全是死人 乡亲们跑过来看热闹 却突然从船上爬下了一名女孩 大家还以为是他们遇上海盗遭了难了 当听女孩说他们岛上得了瘟疫之后 乡亲们吓得是连连后退 四下逃窜 这卢老头更是过分 拿着长株杆子阻挡女孩爬过来 大声嚷嚷着 你自己得了瘟疫可别害了我们 非让他再爬回船上去 当听说有瘟疫 作为大夫的墨娘也往海边跑 这卢老头见姑娘不肯走 就架起了火堆 要活活烧死姑娘 这时候墨娘她娘实在看不下去了 既然瘟疫没要了她的命 那我们也不能去要她的命 不过众人阻拦硬是过去 给姑娘喂了点水喝 这时候墨娘也跑过来了 但大家都劝她不要过去 毕竟那个年代 瘟疫就是癌症 治不好的 墨娘她爹说 以前听老辈人说过 磨岛上有圣水 可以治疗瘟疫 但是有俩妖怪在守着 常人根本过不去 墨娘一听有办法治疗瘟疫 表示自己可以去磨岛取圣水 她在众人疑惑的眼光中 跑向了海边的大石头上 坐下就睡着了 然后灵魂出窍 飞走了 这一下枪起们终于知道 墨娘是神姑了 没一会儿便飞到了磨岛 刚进岛就遇到了陷阱 掉进陷阱的墨娘也不慌 拿出银镯子 轻松撑破了这网子 刚进洞口 大石便落了下来 还是用银镯子撑住了石头 轻松的就进了洞 洞内还真的有圣水 但是就这么点 这哪够救人的 没想到看守圣水的 居然是龙龙的佳印和佳佑 为什么偷我们的圣泉水 谁乃天赐之物 天下众生皆可享用 怎么又是你的了 再说这全都干枯了 就剩了这么几滴水 有什么渴透的 这圣泉一天只能滴几滴水 多一滴都不行 比鸡都还贵了 而且他们治病 除瘟疫 还能放置水老呢 说完扔出两条蛇 把墨娘给捆了起来 这个叫桂花的姑娘 感谢墨娘她娘 菩萨心肠救了自己 当下就任她做了干娘 为她养老送终 墨娘看这俩妖怪 法力还行 就是脑子不太好事 有点缺心眼 于是就骗家应家用 说自己身上有宝贝 你们把我放开 我拿着宝贝跑 你们谁先追到我 这宝贝就归谁 反正我又打不过你们 俩人一听 也是 于是就让墨娘先跑 他们数数 数到二百就去追 墨娘跑出洞外 把这发光的宝贝 放到了一只蛤蟆身上 让蛤蟆带着这俩笨蛋 满山跑 而自己则赶紧跑回山洞 取走了圣水 这桂花到底是把瘟疫 传染给了墨娘她娘 这不全倒人要将她们俩一起烧死 要不是林渊拿剑在这指着 还真的就给烧死了 没过一会儿 墨娘就带着圣水来了 但是天意弄人 救得了桂花 但墨娘的母亲却没了 乡亲们也被墨娘母亲的这种精神 给感动了 纷纷来给她送行 林渊将她放到了 装有瘟疫尸体的船只上 一并给烧了 从此 墨娘就成了个没娘的孩子了 就在她绝望之余 当年送给她银卓的老太太 又出现在她的铜镜里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